大家好 今天我们来做一个演示 因为这个东西全倒 上次视频里跟大家讲过 这是一个车子垫高的东西 其实它还有一个作用 是脱困 等会跟大家解释 这派什么用处呢 具体来看一下 这是一个传统的垫高块 然后这个垫高块人直接爬上去 非常不容易 我垫了两块砖才爬上去的 因为这个很滑 那么那边呢到这边来看 这边呢就是说是更那个了 我们捡了一块石头 因为那个块只有一块 也是加了一块砖才爬上去的 不然爬不上去 那今天呢把它全换成新的 我们的新的设备 演示一下给大家看看 我先把车倒过去 好 好 好 这东西全拿走 顾先生今天穿了件乞丐装 哈哈 好 这次我们把它提高三块 三块的话呢 需要 两 这是买的时候它是一提是五块 五块这样一合 好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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这样 删开了 等会这个轮子要到这个地方来 这个轮子等会要坐到这个上面 好 这其实呢就是一个脱困嘛 嗯 如果是这个地方是一个钩啊 是一个轮子陷下去的 就这么脱困 嗯 嗯 慢点啊 要爬坡了啊 好啊啊太棒了 上去了正好是吧 上去正好这边正好 我没看那边啊 我看看这边 哦也正好 太棒了 哇真正好 这个这么容易开上去 哦 比它还高一点 比我高的是吧 哎 不错不错 哦 那天用这个 用10块什么 对 那天是 用那个传统的东西的话呢 因为它没有斜坡 嗯 那这样的话呢 这都拿不掉的 全部压住了 也非常好这个 对 这一下子就上来了 对 这么轻松 而且这个很牢 嗯 那么将来就是说 脱困的时候也是这样 一个往上爬 有一个视频 反映了就是用普通的砖和这个对比的话 这个脱困要方便很多很多 就是我们可以省一个什么东西呢 省一个托困板 对对对 就不用买托困板了 这是一举两得的东西 如果还要垫高的话就这样 看到吧 哎 你 哦 哎 哎 这个面积很大了 再加一块 再加一块就可以上去一层 这两个了 它 再加一块 它有单卖的呀 你可以再买两个了 没有单卖的 它买的是一盒五块 最少五块 就一盒啊 哎 哎 我觉得这挺好 而且这东西呢 非常 多用品 容易收纳 啊 很容易收纳 然后呢 用途非常多 就他们这种那个 脱挂 当中那个 就是那个头啊 嗯 这个柱子啊 可以站在上面 它还有一个配件可以买 可以站在上面 啊 好吧 今天给他分享这些啊 这不是广告 只是一个 呃 郭先生没有没有 收这盒广告费 只是毫无分享给 对 直接分享 谢谢大家啊 有什么问题需要讨论的话 或咨询的话 给我们留言 点赞 谢谢大家 好 谢谢大家 拜拜 拜拜